今天湖南省政府举行青合金发展高峰论坛 暨产业合作对接会张建飞出席 青合金被誉为有色新材料的青旗兵 因轻量化和防腐蚀等性能 其研发应用水平体现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 所谓青合金通俗讲 过去要用一吨的铁货铜 现在相同强度下 用青合金重量却轻了一半 湖南市有色金属之乡 已经将以青合金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发展 作为湖南制造强省建设重点发展的12个产业之一 目前全省新型青合金产业链企业达200家以上 涌现出湘头金天、盛通科技等一批重点骨干企业 预计到2025年 青合金材料产业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 我们航空要上去 自己不开铁货银 所以一个是要大量用 而且要用更新的更好的铁货银 从这两店来说 产杀的跟有关的一些企业 一定会有点有兴望